網站的鐘讓我們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先帶來掌握到 這個花蓮強鎮發展到目前為止 最新的死桑數字 目前根據掌握已經造成了死人死亡 當中有上千人受傷 受困的人數還有700多人 但是至今有11個人是處於失聯情況 這是我們為您掌握到的最近數據 但是在現場要帶您來看 是天王星大樓周遭的東大門夜市 是的 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持續在花蓮的現場 為您掌握現場的最新的狀況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花蓮東大門的伏定夜市 實際上這裡跟事發地點 天王星大樓的距離非常的近 是這個步行就可以接近的距離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這個天王星大樓的位置 大概在我的左後方這邊 它的傾斜角度可以說是相當的大 雨稍早的時候差不多已經位移了6.5公分左右 那我們知道它只要一旦位移達到8公分 就有可能會有傾斜倒塌的風險 也因此呢在天王星大樓的周邊呢 它目前已經是拉起了工地的圍離 還有封鎖線退縮20公尺以外 也就是避免民眾會這個太靠近這種建築物 而像是在這個東大門夜市這邊 實際上在底部的地方 原本是有一個出口可以通往這個天王星大樓的 那現在也是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避免這個民眾和這個建築物太過的靠近 那我們可以透過現場的畫面帶你來看到 由於是發生了這個花蓮的這個強症的關係 其實導致了蘇花公路的斷裂 那麼在今天的這個東大門夜市的人潮 並不能說是相當的多 只能說是稀稀落落的 在現場呢 不過現場還是有一些遊客是有來到花蓮這邊遊玩的 我們可以來現場來這邊稍微訪問一下 想問一下您是當地人嗎 還是來這邊玩的 不是 我是高雄來的 那是什麼時候決定說要來這邊玩的 上禮拜就決定要來花蓮 然後沒想到就是出門前就 堵有這種總控 所以是今天才到的嗎 對 怎麼來的 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從南迴宮 對對對 那來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很緊張說 會不會一直發生漁症這樣 嗯 與其那個我更擔心的是就是我們花蓮這邊搭的狀況 這樣子 因為比起路上 因為其實台東跟屏東那邊的狀況是還不錯的啦 這樣子 然後到花蓮開始有路上有一些裂痕啊 甚至說我們剛到花蓮市區的時候發現天王大那個樣子是真的很震撼啊 因為年輕一輩可能比較少看到這種情況 哦 那你在來到這邊的過程中 有沒有感受到現場的餘症是有持續的在進行嗎 是沒有 身經比較大條 哦原來是這樣 是是是 那你來到這邊的這個時候 就是你居住啊 或是就是不管是住宿還是其他遊玩的計畫有受到影響嗎 嗯 都沒有就是照常 只是說我們原本預定明天要去泰鱸閣 但是現在封了嘛 所以就是另找其他地方過去這樣 哦原本是要去泰鱸閣 對啊 對 哦因為原本就是騎車長要打算要過 對啊 因為我們原本要從中橫回南部 嗯 哦那看到泰鱸閣這樣子 會不會覺得就是很震撼 就是說怎麼會這樣 欸 那也不是我們能決定的啊 就是下次再來啊 哦了解了解 好謝謝你喔謝謝 好所以我們可以聽到呢 其實就是大部分的民眾都還是 就是依照這個原定的計畫 會來到這個 就花蓮這邊來遊玩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 夜市的現場呢 人潮也是非常的多 人家有一些家庭客 是全家大小帶著來玩 不好意思 我們是TVBS的記者 我想說能不能訪問一下 沒有 沒關係沒關係 謝謝 你要訪問嗎 對啊 什麼 你要不要受訪一下 要受訪什麼 想問一下 你們從哪邊來 台北 台北喔 啊你們怎麼 新北市 那你們今天怎麼來的 坐火車 坐火車喔 那你們來之前知道 這邊有發生地震嗎 哼 那來的時候會不會怕 不會 不會喔 那昨天在地震的時候 有很搖晃很嚴重嗎 有 你們有感覺到嗎 有 有 好 那來這邊玩了會不會緊張說 還會有其他的地震發生 應該不會了吧 不會 不會喔 阿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大樓 那個斜斜的這樣 阿會不會害怕 還好 還好是不是 好 謝謝你們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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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還是有這個不少的家庭呢 他們是依照原本的計畫 然後來到花蓮這個地方來遊玩的 那我們可以知道呢 在這個整起事故發生之後 目前從北部往南 往這個花蓮地區的交通 目前是只有台鐵是正常的運作 那其他就必須靠飛機等搬機 那目前這個蘇花公路 還是屬於斷鏈的一個狀況 也因此呢 花蓮的觀光不能說是沒有受到影響 那後續也是需要這個花費很多的時間重建 那才能振興花蓮的觀光 以上就是現場 為您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好 謝謝偉晨為我們掌握到現場的最新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東大門夜市 雖然不是說完全都沒有人 還是有些許遊客 但是這個遊客的程度還有數量 跟我們想像當中 恐怕還是有點略差 尤其是清明連假四天喔 可能很多人都打算要去花蓮玩 但是看到這一次的強震狀況 決定呢要把時間 把這次空間讓給更多 進一步救災的人們 尤其剛剛看到 其實靠近東大門夜市的 就是大家在昨天非常關注的天王新大樓 現在是持續的在傾斜當中 而且大家很擔心說 會不會有進一步的位移情況 但是呢其實在周遭的北冰街 大家也看到其實更擔心的是 在這邊呢有很多的透天醋 也都出現了軟腳狀況 尤其呢在北冰街的16號 這個建物出現了傾斜的狀況 大樓的結構是嚴重的受損 縣府呢從昨天晚上 開始展開了拆除作業 整個作業到現在 其實已經拉的非常久了 在今天中午正式的拆除完畢 但是呢現在大家更擔心說 在北冰街這個地方 不只這個點 還有其他整個在花蓮市區的部分 似乎在這一次的地震搖晃當中 其實也不少的建物受損 根據縣府的統計資料呢 總共在花蓮有92件的建物 出現了危機狀況 當中其中有50件 是被判定為危險的 所以說接下來相關縣府 要如何針對市區 還有整個花蓮的建物 來做一個健檢 確保民眾住的安全就非常重要 尤其我們要來看到在北冰街 現在大家更擔心說 似乎雖然這個北冰街16號的建物 已經拆除完畢了 但是呢在當地 還有另外一處的軟腳樓 也都出現了結構安全的疑慮 所以縣府呢也趕快拉起了封鎖線 準備呢要針對這個建物進行評估之後 很有可能接下來會進行了拆除作業 但是回到這個北冰街16號 在昨天其實大家看到了第一時間 他們逃生的畫面 因為呢他們的一樓是一個早餐店 而且沒有想到一樓竟然直接變成地下室 這個家人呢也非常難過相當的擔心 因為呢其實屋主吳先生就非常感嘆說 這一棟是他們的起家庫 沒有想到現在一夕化為烏有 那地震當下整棟建築物在晃動 這時不斷有人從早餐店跑出來 15秒鐘的時間店家連同過客 將近20人就在最後一個人跑出來 後不到三秒鐘大樓瞬間軟腳 二樓秒變一樓 而苦主是他 吳先生 在15秒鐘內跑出18個人 全部沒有受傷 但是房子全部毀損 判定為紅單 在一天內我的家在怪獸挖掘下 已經已為平地 吳先生講到哽咽 直言真的不知道他們一家大小的明天 在哪裡 除了懷孕的女兒 還有行動不便的太太跟年幼孫子 現在家因為地震青島被列為圍樓 張貼紅單面臨拆除命運 全家人只能被迫在外租屋 但是我不知道我們兩個兄弟 下一個日子要怎麼過 是不是能夠有比較大的補助 讓我們重建的我不太清楚 青島的就是位在花蓮北冰街的 這棟五樓公寓 1994年取得使用執照 同一家族共同使用 一二樓屬於吳先生所有 一樓開早餐店 女兒是店長 三樓到五樓則是哥哥所有 現在一場地震 兄弟必生心血化為烏有 我們有幾千萬元吃的食物 我現在拿保持 他就保持 他就保持 好 不要講 現階段除了領愛心物資 還有一萬元的債戶補助 讓吳先生很擔憂 未來家園重建之路 恐怕是漫漫長路 即便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的確有重建之路 絕對是漫漫長路 但是現在縣府還有相關的搜救單位 甚至消防單位等等 第一個重要的重點 是要救人 還有防止相關的災態持續擴大 有錢我來看到是天王新大樓 現在位移的公分數 已經來到了6.5公分 大家都說其實技師判定說 8公分是一個關鍵 是一個門檻 如果超過8公分的話 恐怕就會有進一步倒塌的疑慮 所以現在如何控制他們 傾斜的角度跟位的程度 就非常重要了 以前王新大樓來說 現在相關單位是搬來了土方 還有蕭波塊 固定住這一棟大樓 就是很擔心傾斜的角度 會持續擴大 穿好裝備搭著雲梯車靠近大樓 工程人員拿起工具開始測量 檢察官也前往現場勘驗 因為他也沒有開始 那我們有調查結果之後 會請發言人統一發言好不好 花蓮7.2強震造成嚴重災情 其中花蓮市區影響最嚴重的 就是在軒然路上的天王新大樓 住在7樓的康幸女老師不幸身亡 但人人被救出後 大樓還是持續傾斜 3號晚上縣府趕緊運送 砂石及蕭波塊來穩定基座 防止繼續傾斜 4號一早8點 花蓮檢方抵達現場 會同土木技師人員勘察財政 就是說先進行整個建築物 傾倒方向基礎的穩固 那我們調來了32塊的蕭波塊 把整個坡角的穩固先穩固住 避免說下一波地震 確保人員的安全 但天王新大樓確定半島 一定得要拆除 土木技師一早也配合檢調 在拆除前先取樣 求得它混泥土的一個強度 至於後續再拆除的過程 我們還會把整個鋼筋的一個數量 做一個完整的確認 以便後續我們去做結構分析 判定一個建築物的強度是如何 有沒有符合當年的法規 跟有沒有暗土施工 雖然已經有穩固建築物 但餘震不斷還是得要儘快拆除 民眾想要重建家園 恐怕還得要再等上一段時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在昨天晚上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趕快救人 因為一直到昨天晚上的9點多 接近10點的時候 這名康信女老師 卡在天王新大樓裡頭的康信女老師 才終於的被救出來脫困 但是其實被救出來的時候 已經是沒有呼吸心跳 被判定死亡 而在今天她的爸爸也悲痛的到了殯儀館 覺得相當的難過 氣氛也非常凝重 而這名康老師呢 他任教的花蓮高農 校方也跟著受訪了 提到這個大家對他的印象 都說他是一名好同事 也非常不捨 救護車緩緩開向殯儀館 車上載的疑似就是天王新倒塌案 唯一的泥難者康信女老師 警察者康老師的父親 也從台中抵達花蓮 快步走進殯儀館內 現場氣氛相當凝重 天王新倒塌當下 總共救出24人 卻有一人折返 他就是花蓮高農的代理輔導老師 今天也因為他的愛心 因為他養了寵物 一個人支撐到花蓮來跟他作伴 那在地震的第一時間 他覺得不捨 所以想把他的寵物 因為他的愛心 要把他搶救出來 抓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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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3歲的康信女老師 是台中大甲人 畢業於彰化 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兩年前 剛好考上花蓮高農 成為代理輔導老師 專門幫學生 心理輔導與諮商 但為了舊貓返回天王心彌難 其實我們輔導師本身 就也需要協助 因為我們朝夕相處的好同事 我們辦公室就三個人 那今天一個就 昨天還跟他說先走了 拜拜 那隔天他就不在了 那這個對我跟另外一位老師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第一次逃出13分鐘後 再次進到建築物 差不多數十秒後 建築體再度倒塌 與貓雙雙罷難 家屬與學校職員 都難掩悲傷之情 一度講到哽咽的聲音也帶上哭腔 可以見到康老師的好人員 因為舊貓不幸罹難 只盼牠與愛貓 都能夠在更好的地方 溫暖相伴 第一月新聞路紅昌李建委 劉玉宇 林運文 台灣連線有報導 的確我現在必須要來 控制天王心大樓的傾斜程度 以免危害到周邊 可能對大家來說 很有歷史意義的煎物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在天王心傾斜的這個方向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間餐酒館 而且這間餐酒館 在過去也是非常有歷史的 屬於一個非常漂亮的老洋房 一樓是文書雙鏈 二樓是買餐點 但是其實這一棟洋房 可以說是特別有意義 因為這一棟老洋房的房東阿公 其實也是成立全台灣第一個野球隊 而當時這個餐廳老闆就把它乘租下來 在今年這個餐廳已經營運到了第七年了 而且很多人都說這一電視是花蓮最美的餐酒館 但是現在呢 包括天王心大樓持續驚喜的狀況之下 到底要怎麼樣維護這一棟老洋房 因為它畢竟非常有歷史價值 而且呢房屋裡頭 其實也受到這一次地震搖晃的影響呢 受損非常嚴重 所以如何保護這個老洋房 而且呢避免天王心大樓持續對這一棟的建物造成危害 其實也都是相關的文史專家 甚至呢這一名的餐廳老闆非常擔心的 我們先來聽到餐廳的老闆是怎麼說 因為這棟房子它在花蓮過去的歷史定位上 是很有很有故事價值 就是它以前 因為以前花蓮我們這段就在那邊而已 所以我們的房東他的 他的阿公也成立全台第一的野獸隊 他其實是很有故事歷史 所以我相信他如果真的這個房子總盤應該 老花蓮也是會很難過 嗯 了解 所以昨天地震當時你們就在旁邊嗎 沒有我們住另外一個地方 可是我們第一次就打開就自己看 所以也可以說是附近居民然後是租客 然後特別跑過來還今天聽到 對啊 因為就在對面而已 那裡面的受損狀況你們有進去過嗎 我們有拍照就是蠻嚴重的 怎麼說呢 後來有聽說稍微拍一下這樣 就是東西都破光了 然後桌椅什麼水塔什麼都斷光 是一些水酒之類的有掉落之類的嗎 對啊 就玻璃容器什麼都破光 因為我們一樓也是商店 所以商店也是破損的嚴重 那這次房東有說什麼嗎 這現代的狀況 房東因為年紀比較大 然後我們都有 第一時間就打電話跟他講說 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來現場看一次要看 要跟他回報一下現在房子的狀況 嗯 了解 所以他也會冒險 那現在看起來越來越邪了耶 對啊 心情如何就是 當然心情不好 只是我們昨天其實都有做好一些最壞的打算 什麼打算呢 就是如果他真的不剩倒下來 那我們就是要牽地方 然後房東那邊喔 他要怎麼處理 其實都有在想 剛剛聽到這名老闆 雖然說已經做好了最壞打算 但是呢他其實也是透過這個上面店家的這個LED看板喔 這個替花蓮人加油 也謝謝救難人員無怨無悔的付出 的確現在當地的救難人員是幾乎全員出鬥 甚至呢警方消防隊員是通通停休 就是要了支援這樣子的救援能量 外手抓緊時間 請理碎時磚塊 緊鄰花蓮市天王新大樓拆除工地的餐酒館 特意用電子看板寫著平安就好 不要放棄花蓮加油 並謝謝救難人員無怨無悔的付出 老闆感嘆 今年國旅業績原本就掉了三四成 地震發生後恐怕連一成都不到 目前就是連進去整理都還是沒有辦法 那員工目前都暫停在家等待消息這樣子 目前天王新大樓位移距離超過6.5公分 如果傾斜達8公分恐怕會瞬間倒塌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從月煤調波32個消波塊 並且從美輪溪運來至少150車次 共1500立方公尺的土方要進行加固 讓拆除大隊順利作業 除了集結資源外人力更是關鍵 因為不少遊客一早就進入台八線 中橫公路 蘇花公路等山區 強震過後通訊斷線 許多著急的家屬電話不斷狂摳消防局 短短幾小時內報案數量就至少200件以上 這些電話的量已經都真的是報現 報到說我們全員就已經停休回局全面的應戰 甚至都一流到在意面中心來 一通接一通 一通接一通 那就是報案的數量就是那麼龐大 花蓮縣消防局第一時間就要求我們外勤同僚全部停休 所以我們現有的387名警力全部投入 那總共有7個縣市176位各縣市的特殊人員 也投入這次的救災 花蓮消防局人員守候災區幾乎徹夜未眠 國軍第二作戰區也派遣兵力協助救災任務 全台總動員搶救花蓮震災 TVB也新聞洪富華 劉婷婷在花蓮的採訪報導 救人救災之後接下來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災民的安置 但是呢其實現在災民非常不滿 認為說縣府提出的安置計畫並沒有完全符合他們的需求 因為現在這些災民都是暫時住在學校裡頭 而且安遷補助目前只有一個人5萬塊 讓災民覺得非常不滿 情緒激動講到爆哭不只是因為自己的房子沒了 身為大樓主委看見鄰居不好過更能感同身受 他是個單親帶一個小孩4歲 不只家當幾乎全沒連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不夠 我說他小孩4歲 他連鞋子都沒有得穿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樣的補助 對受災戶是有利的 花蓮7.2強震造成花蓮市區多棟大樓傾斜 許多店家住宅損失慘重 劇烈搖晃下物品傾斜而出 伴隨恐怖聲響 天王新大樓一旁建物災情嚴重 店家沒了身材工具 居民們更是無家可歸 都後來蓋了一個愛心仔 民眾緊急到學校避難 縣府也召開救助說明會 補助分為四種情況 有死亡 失蹤 重傷 最高一人40萬 還有安全或專案會鎮住核發不同金額 除了補助針對危險建築 也實施緊急評估機制貼單列管 同時地價 房屋 牌照等多項稅收 也能申請截免獲免證 但災民卻不買單 補助的項目幾乎沒有什麼到位 就是你說真的補個5萬塊 你能夠在外面生活多久 畢竟大樓裡不單單酒屋主 還有租房房客 店家 老闆 大家狀況不同 而且有些人連房子都進不去 家當沒拿 就要被拆 至少你蓋個集合式住宅 有冷氣 有水電的 先讓我們贊住 那之後再來規劃一個 重建的一個問題 現在看起來是讓我們 各自找各自的家 居民認為生活齊居都難以照料 更不敢想像未來的家人重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地震發生到現在 已經37個小時過去了 受困人數也越來越明朗 而且持續的往上攀升 根據衛福部的最新數據顯示 受困人數已經突破了700人 而且當中 中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地帶 像是台八線的中橫公路 空拍機就在近橫隧道上面飛行 也拍到了很多的石壁 紛紛的剝落石塊往下掉的畫面 甚至有兩台車被砸到變形 至今上頭的人員傷亡情況如何 都還不清楚 螢幕真的太震撼 空拍機拍下強陣後的花蓮 這裡是災情最嚴重的地方之一 中橫公路 沿著燕子口步道旁的 近橫隧道上方飛行 本該是一片美景 現在到處都是大小石塊 山壁也都有崩落痕跡 沿路護欄被落石砸得歪七扭八 再放大看 既然有一輛銀色轎車跟黑色轎車停在這 車頂車體明顯變形 一輛甚至車窗全消失 另一輛半個車身都在碎石堆裡 有沒有人受困呢 這也是搜救隊想知道的 因為再把鏡頭拉遠一點 搜救隊跟大型機具還遠在另一個隧道口 中橫公路搜救行動真的困難重重 災後救援行動火力集中在中橫公路 攤開整條路線來看燕子口受困的十二人 自行逃生到安置地點 剛購民隧道兩輛巴士 三十五名精英酒店員工 中午十二點救出七人 第二名隧道則是四人受困 在不遠處用空拍發現兩輛車有沒有傷亡 至今無法確定 再來則是九區洞二十九人待救中 中橫公路截至下午五點 已經高達六百多人受困 花蓮累積十人死亡 路斷了只有空拍機可以掌握狀況 民隧道裡的受困民眾 一看到空拍機不斷揮著紅旗 希望可以來救救他們 終於在下午四點半全數撤出 但在小追利步道傳來不幸消息 找到一名聯繫民眾被落石坍塌活埋 搜救人員救出並把遺體搬下山 搜救行動正在加緊腳步 畢竟一刻沒獲救 對受困者來說真的好煎熬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的確喔 在這個劇烈搖晃之後 還有天上不斷有落石掉下來 當然受困在中橫裡面的民眾 依舊是瑜伽有存 而且非常驚慌 再加上其實在當時 他們的手機基本上都是沒訊號的 所以只能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就業人員肉身挺機器 用空拍機的方式 才能掌握這些受困民眾的行蹤 甚至呢35名的 太魯閣精英酒店的員工呢 也在搭交通車上班的途中 遇到了地震 也造成了一名員工 嚴重骨折還有兩人受到輕傷 還有在今天下午 他們通通獲救 現在最痛的地方是哪裡 右腳腳踝折斷 右腳腳踝左腳也有嗎 左腳也是有 精英酒店一名男性員工 躺在交通巴士走道上 他的左腳被落石砸到骨折 身上還有多處傷勢 搜救隊員緊急幫他固定包紮 好消息是他意識清楚還能對話 好你不要動 歷經生隨意瞬間好不容易獲救 有女員工在一旁 因為驚嚇錯棄 在狹小的中巴裡面救援空間小 還是得把握救援時間 三十五名精英酒店的員工 全數救出 總共兩針輕傷一針重傷 但每個人受到的驚嚇 都無法想像 我剛剛要進你隧道 我車頭進去以後 我後面被找到了 所以我車頭都要翹起來 就是整個一片黑暗 然後我們全部安靜 然後就是一直呼叫這樣 然後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連手機都是抖的 一直這樣落下來 一直落下來 然後我們全部都很怕 播放當時落石砸下後 車內錄到的聲音 本來坐在隔壁的同事 骨折受傷哀嚎 但自己也無法動彈 車內一片慘況 一如往常的大交通車上班 結果在台八線民隧道遇到強震落石 中八交通車被砸到不成形 3號發生地震後 就確認精英酒店35名員工 失聯搜救隊展開救援行動 現時出動空拍 確認員工們的位置 所有人在地震後隔天下午 成功獲救脫困 另外一個受困的現場 是在太魯閣的山岳村飯店 在這邊受到強震的影響 也有上百人受困 而且同樣也出現了相當多的金錢場面 像是媽媽抱著小朋友趕快逃命之外 在這裡也有很多的外籍遊客 受困在飯店裡頭 還好也是靠著搜救隊員的大膽搶劑 救出了這上百名的遊客 就在地震發生當下 山上的遊客們都還驚魂未定 卻馬上就看到後方的山體開始崩落 遊客見狀急忙逃命 有媽媽抱著小孩子 跟著好幾個人一起往外逃生 驚險場面宛如電影般 當天大批遊客距離在門口 卻沒想到因為道路中斷 受困在山上一整晚 而且還餘震不斷 我們上面飯店的客人跟員工的話 都滿安全的 對 都很安全 一個是食材方面的報酬的人 我們也是會兩三千 再撐個兩三千 有一部分員工先試圖下山求援 幸好有他們向舊難隊員說明路況 才能順利挺進災區 把受困的遊客們一一帶下山 山岳村包括多名外籍旅客在內 85名住客和20名員工已經全數脫困 昨天留在一個主廚 他有留字條 把所有員工留住的電話 通通告訴我們 而且報告說85位客人平安 他們都知道該怎麼保護我們 所以我們都覺得非常的安全 拿出當天在裡面拍下的照片 一張比一張更驚悚 這幾乎跟房子一樣高的大石 從山坡上滾下來 抖治好幾棟木屋被砸毀 幸好沒有造成傷亡 路途都是很多 我們大概停了三四個點 都是的確都有落實下來 而且都有砸到一些車輛 就是因為預證都還是其實都有 所以落實的部分其實都還會砸 換不進去 但也有一名77歲的蔡姓老翁 本身因為有失誓的情況 受困當晚半夜不小心 跌下停車場斜坡受傷 被帶下山送往醫院 也是唯一的傷者 TVB新聞花蓮報導 其實花蓮本來就是很多外國遊客 來到台灣必去的景點跟縣市之一 而在這一次的地震當中 有很多的外國遊客 真的遇到了這個驚險的一刻 當中有8名的外籍遊客 遇到強陣受困在山區裡頭 被發現的時候滿身是灰 靠著大家的愛心 坐著送水車也平安下山 另外有來自香港的自駕遊客 因為蘇花公路中斷了 只能開10個多小的車回到台北 貨車出現終於能鬆口氣 送水車載的不是水 而是8名外國人 全身覆蓋厚厚沙塵 儘管狼狽 終於歷節歸來 他們來台灣旅遊 原本要去光榮博物館 結果4號早上花蓮發生地震 沒有網路整個跟外界斷連 只能聚在一起等待救援 還好隔天中午 幸運遇到熱心民眾 被在下山平安抵達 搜救指揮中心 而有其他自駕的外國遊客 則是因蘇花公路中斷 行程打亂 這一繞就是10小時只能安慰自己至少平安 因為有兩名來自歐洲的登山客 幾乎是歷經生死一瞬間 法國登山客迈克到泰魯閣國家公園的左輪山 健行拍下地震後 道路滿地碎石分不清哪邊可以同行 幾分鐘後 我剛才有雪和雪 我沒有吸收太多 然後幾分鐘後 它清潔了 好險只有手腳擦傷 同行的荷蘭籍遊客全身上下也都是沙土 騎車騎得膽戰心驚 來台灣玩發生著驚險的插曲 恐怕一輩子都難忘這次的旅行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在這一次呢 泰魯閣山區可以說是重災區 有很多的遊客受困在這邊 而當時他們受困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不敢走出去車外 只能待在車子裡頭 而且互相的加油打氣 也在擋風玻璃上寫下加油 撐住這些字也激勵自己 也跟別人一起加油打氣 花蓮7.2強震引發大規模山崩 奇妙的時間山谷就弥漫土黃色沙塵 翠綠的山體瞬間消失 坐在花蓮三月村的遊客用手機拍下 山崩當時的畫面 巨大的攤方聲響彷彿末日來臨 大規模的攤方也導致交通中斷 遊客受困太魯閣山區 突如其來的山崩讓附近的車輛蒙上厚厚灰塵 受困山上的遊客在擋風玻璃寫下 撐住加油等字樣互相打氣 而這名男子本來只是要送水 沒想到受困山上一整夜 就是他們還有一些食材 然後就是給大家吃一吃這樣 然後就是有的遊客選擇睡在自己的房間 然後有的遊客會害怕 然後就睡在大廳 好在隔天道路可以通行 他利用自己的小貨車在外籍遊客下山 在天災發生的時刻做了最好的國民外交 除了自行脫困 花蓮、屏東、台東的特搜隊 也組成了一支12人的搜救小組 沿著沙卡丹出發 一邊擔心上方落石 一邊穿越水深急凶的溪流 終於在兩個小時後找到受困傷者 這名黃姓夫人住在沙卡丹內 強陣時遭到落石擊中頭部滿臉瘀青 搜救人員找到他後 將他帶到安全的河床 最終在隔天等到直升機 將他送醫治療 TVS新聞 江宇曼、高志鴻、謝文祥、蘇凱成 SNG小組 花蓮報導 雖然成功脫困 但是其實對很多花蓮人 或是當時待在花蓮的民眾來說 這個落石如雨下的場面 真的可以看得出非常讓人膽戰心驚 尤其在蘇花公路上 有駕駛就遇到了這個比人還大的落石石塊 還掉下來猜點雜中他們的車輛 他也趕快的加速遠離 另外呢在花蓮重得的嚴重山崩 也有轎車的駕駛 差一點就被火埋 來 浩智剛轉綠燈 油門一踩就收到地震警報 嗶嗶嗶嗶響個不停 駕駛和前方車輛越開 越覺得不對勁 不只踩了煞車還趕緊倒車 因為前方巨石砸落 蘇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口轉彎處 石頭針砸下來了 但更恐怖的還在後頭 深藍色的轎車 車尾硬聲聲被擊中 後方車輛馬上倒車 期間不只碎石沒停 也跟著另一顆大石 就這麼擦身而過 畫面曝光後網友看傻 這應該一輩子開車都有陰影吧 重點是前方轎車 駕駛和乘客安全狀況還好嗎 真的是前軍藝法師後駕駛在 現實動態報平安 好險閃過 不過也真的嚇到了 石頭比人還大 差點就沒了 駕駛約90萬的轎車 怎麼修還得想辦法 同樣畫面嚇人 花蓮蟲的山崩正木 也是看傻 遠方山坡大片土石崩落 瞬間塵土飛揚 但更驚險的是放大看 有輛銀色丘旅車 就這麼被追著跑 不管逆不逆向了 油門催到底先逃命再說 是一直到確定安全 財管回轉 看看到底經歷了 多麼恐怖的瞬間 直播我看到 不只路邊民眾 趕緊搭新手機拍 畢竟這麼大的事故 就在眼前發生 可真的 別再來一次了 TB宣傳小明星 張宇峻 花蓮採訪報導 當然天災是非常難以預防的 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如果做好準備的話 當然可以減少傷亡機率 尤其在大都市裡頭 在這一次的花蓮市區當中 又讓大家開始關注到 這個建築裡頭 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包括我們來看到的 天王星大樓 變成軟角樓 專家就點出說 其實跟之前好幾次的意外事件一樣 當中一樓變成軟弱層 連帶也影響到大家的居住安全 八層樓的建築物 一樓塌陷整棟45度傾斜倒一邊 佈著花蓮宣源路 中山路也同樣有房屋傾斜 4月3號上午發生的規模 7.2大地震 花蓮再度傳出災情 回顧2018年2月6號 鎮央同樣在花蓮近海 這起立正 當地統帥大飯店 雲門翠堤等四棟樓傾斜 專家分析會有如此嚴重的狀況 和建築結構本身脫離不了關聯 一樓的地方有所謂的軟腳 軟腳下 它的相關的樓空 跟這些相關的連結的 這些牆壁跟磚牆的這個部分 還有前面可能就是一根柱子 上面可能比較重 下面可能感覺比較輕 所以只要搖晃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整個重心 會在上面搖晃 下面的柱子就可能很容易斷掉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花蓮的傾倒的房子 也是把前面的柱子壓斷的 往前面跪 跪掉的 那個就是我們講的 有弱程的存在 那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其實以前一定有地震 也有相關的結構已經損傷了 點出相同特性 都是頭重腳輕的樓房 可能是一二樓 無法承受地震的晃動 也就是俗稱的軟腳樓 難以承載上面樓層的重量 因此從上往下壓 1999年的極其大地震 105年的美濃地震 107年的花蓮地震 乃至於我們這次電子 都可以看到這種損壞項 就是弱程 弱程就是所謂的軟腳下 全台灣30年以上的老舊建築物 好幾十萬棟 這麼多的建築物 在那個時間 它的耐震設計規格 沒有像我們現在這麼嚴謹 921大地震之前 法規對於建築物的耐震程度 並沒有嚴格的規範 尤其全台灣25年以上的建築物 就有高達百分之六十八 甚至在台北市更高達了百分之七十九 也因此在強震之後 建議要對家中進一步的檢視 確實政府有在推都更 但法律規定和實質利益等 考量因素非常多 導致推進速度很緩慢 偏偏地震何時來又難以掌控 技師工會也不斷呼籲 先做好房屋的自我檢視 那些舊大樓 經歷過這些中小型地震 其實裂風各方面很多 磁酸掉落問題也很多的 它就很明顯的告訴你 它的體質特別差 那像這些建築 我們就要特別去注意 可能真的該走為勞毒根的 如何安全檢查有三個步驟 觀察整棟大樓外觀 有無異常傾斜或呈現 還要檢查門窗有沒有被擠壓變形 牆壁 柱 樓 板等有無裂損 再來特別要注意的是 一二樓柱子有沒有嚴重裂縫 或混凝土被壓碎剝落 甚至鋼筋外露的現象 尤其一樓如果是開放空間的挑高大樓 或被改建為超商大型賣場等 要特別檢查 當然並非所有牆面上的裂縫都需要擔心 主要要看撐起結構的樓柱 是否有受到地震影響 或是看牆面大於25公分後的簡力牆 是否出現斜45度角的裂縫 若有的話代表結構可能受到地震破壞 不及時補牆 未來再遇到強症裂縫膠擴大 難保不會釀成樓柱斷裂的嚴重狀況 有那種斜線45度角的 或是那種打叉形的 那或是說你每一個柱位 整個社區的柱位 你發現好像每一個樓的 裂的方向都是一致性的 那個就是會我們整個結構性系統 已經出問題了 從事這個所謂耐震標章的話 它可以允許業主有一個 百分之十的容積強力 那我最近聽說 政府要把這個百分之十的 這個容積要降到百分之二 那其實這是一種比較不好的做法 老舊建築並非就是圍樓 但以前法規確實較鬆散 耐震程度低的機率比較高 尤其地震造成的損害累積 得找專業的補強 檢視環節千萬別忽略 提本新聞聯志眾宣台北報導 沒有錯 現在大家會帶放大圈去檢視 所有的公共基礎建設 到底耐不耐震 尤其新北的環狀縣 在昨天正後也出現了 軌道錯維的狀況 雖然說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可以恢復正常的通行 但是新北市長侯友宜說 必須要等到專家檢測分析之後 才能決定時間點 但是環狀縣用到現在才四年 就出現了軌道錯維的狀況 所以說很多的專家議員 也質疑說 到底是不是耐震度有落差 民眾改搭接駁車 取代新北環狀部分路線 前一天花蓮7.2級的強震 新北震度5級鋼梁箱無法倖免 但先到中原段入軌錯位 先鋒時間是10到4分鐘 先鋒時間 好吧 離鋒是20分鐘 20到30分鐘 20到30分鐘 新北市長侯友宜 一早來視察 判公車能先緩解 市民不便 但議員質疑 明明環狀縣才通車第四年 像我板橋的震度 其實依新北市政府發佈只有4級 但是依軌道設計 應該是要承受6級以上的震度 就發生錯位了 北街初步判定 這回地震搖動上下又左右 超出橋樑耐整範圍 對比同樣是高架捷運 文湖縣梁柱是混泥土制 環狀縣礙於地形路幅屬於鋼制 碰上地震搖晃度 環狀縣會比文湖縣來得大 現在橋樑錯位 建造商只好搶修 這些柱子跟這些鋼梁 大概都沒有什麼受損的狀況 而恢復營運 新北捷運採三階段 第一階段板橋到新北產業園區 已恢復單線雙向通行 第二階段大坪林到中和站 搶在8號上班前恢復 第三階段板橋到中和站 得經專家學者評估後才能通車 現用接駁車取代捷運路線 只是環狀縣路軌錯位 維修上似乎得等上漫長時間 TVBS新聞劉宜俊李宗澤 新北採訪報導 維修要等上漫長時間 但是在地震發生的當下 軌道還有相關的捷運 或是鐵路等等 都要在第一時間做好最佳反應 而在昨天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 包括是在台北捷運的部分 也馬上的緊急停沙停 而且進行了巡軌作業 像是在文湖縣就一停 停了將近兩個小時左右 而在新北軌道的部分 也採用車巡 還有一般的人力巡檢的方式 要確認軌道沒有異狀 才能進行開放 不止馬路紅綠燈 連高架捷運軌道也左右大力搖晃 地震發生後捷運緊急停駛 乘客坐在車廂同樣晃得很厲害 得等到檢修人員確認軌道沒有問題 將近兩個小時文湖縣恢復正常通車 不過位在中和段的環狀縣 經濟應變停駛後 發現有區段出現軌道位移 無法立即修復 乘客只能沿著軌道走回車站 這是新北捷運環狀縣 阪新站道中原站的區間 可以看到這邊軌道梁柱 有出現位移的狀況 長度有將近200公尺 而短期內要修復恐怕有難度 如果有錯位或者是橋樑蹲處有錯位 這個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不過我們現在也在評估說 如果另外一側的軌道沒有受到影響 我們也會確認無餘之後 我們可能會安排單線雙向來運行 地震很大 基本上在營運單位就會停止 停止人員就做疏散 所以早上有停止跟人員疏散的狀況 疏散完就沿線會去檢查 檢查就發現這個狀況 那我們即刻就馬上再處理 現在就是說到面的一些路段 我們先把它做一個局部的一個封閉 然後避免說上面還有一些那個掉落屋 造成掉下來造成一些傷人 先把一些這個可以做先固定的部分 也就是說不要讓它再惡化 也就是說先我們讓這些鋼糧 先做一個這個最保險的一個動作 先把它做一個固定 不要讓它再繼續一個惡化 檢修人員沿著環狀線的軌道巡視 得確認沒有任何掉落物或是異常 才能準備放行 依照我們的SOP 就是地震發生之後 我們會用我們的車輛巡軌車 會針對每一個軌道去做巡檢 同時巡檢完之後也會安排人力 來下軌道去做每一個階段的檢查 那除了軌道檢查有沒有變形之外 也看它一些周邊的這些路側的設備 有沒有一些墜落或者是一些損傷的情況 所以說我們會用車巡跟人員步巡的方式 來進行檢查 因為今天的地震確實比過往還要大一點 那我們又是屬於高架的路段 那有一些高架段都超過30公尺 所以我們整個受到地震的這個影響會更大 那我們為了確保安全 市長也特別提醒 我們務必要確保所有安全無餘之後 我們才會開放來做通車 不止捷運 台鐵高鐵同樣得防震災 高鐵車速快 第一時間停時外 再恢復通車後 車速也放慢 以高鐵的地震防災系統 地震偵測器會安裝在沿線耗製通訊機房內 一旦偵測到大於四級震度的瞬間震波 就會自動發出緊急訊號給行控中心 以及行駛的所有列車 才能有足夠時間緊急停車 台鐵東部幹線在宜蘭和人間有落實軌道錯區 和人道花蓮間也有電車線掉落 必須一一排除 在台灣的這些軌道系統的應急的設備 也就是在土木建築的部分 都有一定的耐震的規範 而且耐震的能力應該是足夠的 所以在土木建築的部分來講的話 不管是相關的隧道 橋樑 只要是我們在92年之後所設置的 應該耐震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相關的機電設備 相關的附屬設施設備 這些部分的耐震的規範 可能不見得有那麼的全面跟詳細 如果針對軌道經過的地面 有土壤異化的前世 而沒有去針對它做適當的地盤改良的話 那也有可能發生一些狀況 捷運雙鐵運輸 除了第一時間的停止預防外 不論是高架軌道或是路面軌道 耐震程度都得達到七級以上 才能有足夠防災效果 今天是廉價的第一天 這次地震也重創了花蓮的觀光業 定防率只剩兩成 正義正直接把花蓮國軍英雄館的外牆 震破一個大洞紅磚外露 布置這邊外牆幾乎都是剝落的磁磚 毀損相當嚴重 早上已經搶救了所有的資料 到時候我們禮拜一會跟你們聯絡 有民眾原本是隔天就要入住 怎知到場一看 飯店已經變成了這副模樣 更不用說內部情況也很慘 樓梯上各種碎塊看起來幾乎成了廢墟 原本準備迎接四天連假 卻在前一天碰上大地震 業者相當無奈 住有裂縫裂得蠻嚴重的 一樓以及到地下室 之間都有蠻多的受損 同樣危險的還有這棟立翔酒店 是主播張淩宇的家族經營 雖然本身危險情況不算嚴重 但看看旁邊就是倒一半的天王新大樓 要是再繼續歪下去 就會直接垮在建物上 業者基於安全考量直接宣布暫停營業 但就算像他們一樣沒受損 也等不到客人 因為地震後湧入大量的退訂潮 旅館工會表示剩下的兩城也不是來旅遊 而是交通中斷無法離開花蓮 但有業者其實本來就打算重建 花蓮漢平酒店原本規劃明年啟動改建 曾之受地震影響也有一定程度的毀損 決定提前啟動改建程序 這起地震也讓他們得提前匆忙道別 TVB的新聞畫鏈報導 而現在呢有民眾因為安全的理由 希望可以取消住宿 但是卻被告知說不能退廢 但是你可以延到下一次住房的時候 再來使用這一次繳的金額 但是呢觀光署看在眼裡說 這已經違反規定了 因為根據定型化契約的第九條 只要是因為天災或是其他不可抗的因素 是可以全部退廢 那遇到花蓮大地震來攪居 民眾以安全為由想要退訂房 卻無法成額退廢 讓他非常不能接受 民宿業者劉先生寒冤季所在地 在雲林谷坑離這次鎮央是有距離的 旅客入住時間在4月6號 對方認為這兩天余政不斷 山區還有落實暫時不敢上山 想取消他曾回應該訂的房型不可退款 將全額保留到下一次僅收取取消費用 但對方要求全額退廢 更說有意外請您負責 劉先生談言國旅經營不容易 最後希望以和違規全額退款 而受到最大的影響 莫過於花蓮地區的民宿 這家業者專門推出 包套的行程即便損失十幾萬 也無條件退廢 除了災區業者主動成額退廢 在非災區的履宿 民眾心裡有所擔憂 也可以依定型化契約第五第六條 規定雙方進行協調 全額保留到下一次 依照定型化契約的第九條的部分 因為受到這個天災不可抗力因素 去做特定 不可抗力或不可規則於雙方的室友 是依個案具體來認定 那消費者可以依照自己的情況 來減負相關的證明 來向業者主張 另外民眾進行訂房前 要注意的是觀光署規定 退廢標準是以定金總額比率為主 入住前14天能全額退款 再來7到9天僅退50% 若是當天要取消業者 能主張不予退廢 特別新聞 中文綜藝龍斯淳台北採訪報導 不過一般民眾不敢去花蓮 當然或許大家會覺得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是南投呢 有民眾呢 因為這一次的地震關係 覺得還是不要去南投魚池玩好了 所以他想要退房 但是對方告訴大家 按照規定定型化契約 我只能退給你1000塊錢 讓這位民眾非常不滿 但是他善望套拍 反而似乎被洗臉了 南投魚池某些民宿 走溫馨家庭簡約風格 卻有遊客在網路PO文抱怨業者 因為花蓮強症 想要取消訂房 卻不能全額退訂房費唷 遊客在PO文中指出 天災不願意全額退訂房費 指稱民宿業者態度超硬 取消要扣違約金1000塊 是狠缺那1000塊嗎 還補抽難道應該帶著鋼盔向前衝 PO文卻反而引來其他網友留言 花蓮地震跟南投有什麼關係啊 既然規定就在先了 因為剛好不是在災區 那又遇到廉價 如果老闆不收的話 就少一份收入會有損失嘛 附近像遊樂園那些也都沒有關 民宿也沒受損 就是違約金這樣算很正常 該名遊客訂的是4月5號一晚 在入住兩天前表示要取消 業者回覆依定型化契約規定 按比例計算取消 會產生1000塊的罰金 但遊客卻回覆各山區路段有貪方的問題 怎麼可以收取違約金 這是天災 而且餘震會發生在哪也沒人知道 但業者也回覆日月潭周邊交通 還有設施都沒有受到地震影響 結果遊客就把訊息內容PO上網 沒收地金 要按照那個比例原則 他可能就是要看國台那邊 怎麼跟他處置 業者補充 遊客在訂房網上訂的 是不可退款的優惠價格 也提供了訂房網的來信通知 上面也確實寫著 遊客訂的是不可退款的訂單 預訂完成之後 不可修正或更改 如果沒有如期入住是同NO-SHOW 就要支付訂單金額的百分之一百 作為取消費用 TVH傳家貴南投報導 不過這次的地震 大家難免會跟921地震來做類比 為什麼現在的災害相對來說比較少 我們一起來看專家的分析 上班途中這一震 所有人都驚醒了 已經很久沒出現過 瑞士規模達到7.2的地震 不僅造成房屋倒塌 橋 鐵軌都出狀況 震度那麼強 不少人再度回想起 1999年的921大地震 每一分鐘 甚至於一分鐘內有兩個余震 那一年震了102秒 造成2415人罹難 11305人受傷 烏垮的數量當時不斷攀升 根據統計超過10萬棟受損 所有人印象深刻 但25年前 因為震壓發生在陸地深度只有8公里 這一次花蓮403地震 是在外海同樣屬於淺塵 規模儘管也達到7以上 921發生在陸地上 再加上那個時期的建物 抗震強度都沒有現在好 破壞力還是依舊以921較為強烈 就連氣象署地震中心都說了 4月3號這一起大地震 其實是25年以來最強的一次 因為要到規模7以上的地震 都需要長時間的能量累積 大家不免俗的 就會跟921來做比較 當時規模達到了7.3 原子彈釋放的能量多達了46顆 而這一次其實也不遑多讓 氣象局是用區域規模來做地震規模的速報 物理含義跟地震局規模是稍微不太一樣 不過7.3跟7.2也很接近 但是MW來看的話大約就是7.6 所以從這個能量局規模來看的話 這兩個地震所釋放的能量 其實是非常接近 因為台灣處於板塊交界處 尤其移花外海就是移墨點 幾乎天天都會發生大大小小的地震 而且每一年板塊的拉扯擠壓 就在你看不到的地底下 地表定位後會發現 一年有多達8公分的位移 從東部到西部的較穩定歐亞板塊 逐步遞減 只是這一點一點在地底下的能量 西部累積的慢 規模大的地震頻率發生少 而在東部的造山運動前沿 相對的能量累積快 破碎太多也讓花東地區發生率多了些 所以每年大概3到5公分好了 3到5公分的位移的量 100年就有3到5公尺 3到5公尺的量其實就是規模7的 這個規模這個位移量是很大 那如果我們移到南投台中 車龍浦斷層帶這個區域來看的話 現在看起來每年累積的量 就大概1公分 差不多是這樣 1到2公分 那它量是非常小 所以你這樣累積起來的話 100年大概有一公尺 那積極地震這個 它大概位移的大概有3到4公尺 所以你要300年到400年 就會來一次 就可能會來一次 它能量累積就會到了 地底下的能量釋放後 並不會只有震一次 截至3號中午前 余震已經發生了58次 但地震科學研究中心強調 接下來的一個月內 還是可能會有403這一次後的余震 不過更要注意的是 每個斷層幾乎是輪流釋放能量 根據研究 未來可能發生強震機率 以東部的米輪斷層 和西部的初箱斷層都很高 因為它們的位移能量 正在累積中 所以從這個硬力的轉移的 那個角度來看 就是這邊鬆掉 可能旁邊會拉緊 所以這個是會誘發可能 我們認為它有可能 這條斷層有可能 將來會被誘發 不管哪次較強 台灣就在地震耗發區域 地牛翻身不會停 民眾還是得要隨時有所警覺 TVBS新聞李明慧謝倫 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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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